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日本各公司销售预测显示 本田汽车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下半年全球销量排名中 预计将从第二位下滑至第四位 此前本田汽车已调整了其对下半年销量的预期 本田预计受北美地区半导体短缺导致产量下降的影响 其10月至4年3月的销量将同比下降14%至166万辆 铭木汽车预计其10月至4年3月的销量将增长8%达到180万辆 首次升至第二位仅次于丰田汽车 根据2005财年以来的公开文件 预测显示 本田汽车下半年销量将首次跌出日本汽车销量前三 由于Nexperia安式半导体停止供货 本田汽车的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 晶片短缺导致本田将10月至4年3月 北美地区的销量预期较最初预测下调了11万辆 本田汽车的部分零部件晶片供应 完全依赖于安式半导体 10月下旬 本田位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工厂调整了产量 墨西哥工厂已于10月底暂停生产 11月下旬 本田宣布已确保晶片稳定供应 并恢复了墨西哥工厂的生产 美国和加拿大工厂的生产也开始逐步恢复到原计划 北美地区的销售额对本田汽车的收入贡献巨大 今年4月至9月 本田汽车销量同比增长2% 达到85.6万辆 占该公司全球总销量168万辆的50%以上 芯片短缺预计将使本田的营业利润预期减少1500亿日元 折合和9.56亿美元 全年营业利润预计将下降55%至5500亿日元 除了本田外 芯片短缺也影响了其他汽车制造商 日产汽车削减了日本工厂的产量 预计全年营业利润将减少250亿日元 与此同时 据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省将从2026财年开始 要求芯片制造厂采取针对网络攻击的防护措施 作为获取政府补贴的条件之一 此举旨在降低可能影响广泛行业的供应链风险 此前 东京方面仅建议芯片制造厂采取各种网络安全措施 然而 随着全球网络攻击事件频发 导致企业活动中断 日本决定将此类措施纳入即将在下格财年生效的指南中 作为强制性要求 日本目前要求接受补贴的生产商在供应链紧张时增加其国内生产或防止技术泄漏 半导体工厂高度自动化使用各种先进设备 一些专家认为他们需要比其他行业更为广泛的安全措施 新指南还针对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的制造商设定了网络安全要求 覆盖的设施范围将根据需要逐步扩大 生产线中安装的设备类型和数量等讯息可能属于商业秘密 日本经济产业省将要求企业限制进入设施的人员及其携带的设备类型 一旦遭受攻击迅速恢复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至关重要 设施需要指定专人负责监督应对工作 生产线必须进行划分以防止计算机病毒扩散到整个工厂 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 2024年针对关键制造业或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约为4900起 按行业划分制造业是勒索软体受害最多的领域 2018年台积电的一家主要工厂遭受病毒攻击 导致生产中断三天造成约190亿日元的损失 辉达和三星也遭受过类似攻击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4年政策框架下 向晶片制造行业提供超过10兆日元的援助 以提振人工智慧和晶片产业 另外日本政府日渐宣布将在未来两年 内向本土晶片制造商Libus提供约1兆日元 折合63.7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以帮助其大规模生产尖端半导体 此外 该公司还将通过讯息技术促进机构 ITA在2025财年投资超过1000亿日元 在2026财年投资超过1500亿日元 在2027至2028财年期间 该部门还计划进行数千亿日元的实物投资 将政府支持下建造的工厂和其他设施换成Libus的股份 Libus计划在2030财年左右实现营业盈利 该公司计划于2027财年开始量产2奈米晶片 随后量产1.4奈米晶片 公司计划于2031财年上市 公司总投资额将飙升至超过7兆日元 Libus希望从私人企业获得约1兆日元的投资 其中约1300亿日元将在2025财年筹集 此外 该公司还计划在2026财年至2031财年期间 利用政府担保获得超过2兆日元的贷款 在该部门宣布将通过投资促进局IPA在2025财年 投资1000亿日元后 政府的投票权将比最大的私人股东多一个百分点 成为最大股东 如果Libus因破产或其他原因需要重组 政府将改变其持有的股份类型 并保留超过三分之二的投票权 与其投资比例相同 日本政府还将持有黄金股 拥有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任何股份转让给其他公司或技术合作专案 都需要政府批准 在此背景之下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于11月下旬在记者会上表述 必须果断地进军尖端半导体市场 这是危机管理投资中的旗舰专案 据媒体报道 日本未来两年将对Rapidus公司 投入约1.1兆日元折合70亿美元 协助该企业进行先进半导体生产计划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计划 在2026年4月开始的财政年度 将拨款约6300一日援用于支付 1500一日援用于投资 2027年度再拨款3000亿日援用于支付 日本政府先前已承诺 将向Rapidus提供约1.8兆日元资金 如今再加码于1兆日元 自2021年 日本提出振兴半导体产业的新战略以来 已拨出约5.7兆日元 部分资金将分配给特定专案 诸如Rapidus台积电雄本晶圆厂 以及美光科技的广岛工厂 另据科技媒体Toms Hardware的报道 号称先进制成新势力的日本Rapidus 最近宣布 计划于2027财年开始建设 下一代1.4奈米晶圆厂 预计于2029年在北海道投产 结合日经亚洲报道 此计划有望帮助 这家晶圆厂缩小与晶片巨头台积电之间的差距 台积电已于今年上旬公布其1.4奈米技术 将在明年全面启动这一先进制成的研发工作 Rapidus成立于2022年 由八家日本大企业支持 包括Denso电桩 凯霞 三菱日联银行 NEC日本电器 NTT日本电信电话 软银 索尼 和丰田汽车 虽然Rapidus可以说是含着金汤池出声 但它需要与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等业界巨头 展开激烈竞争 才能赢得市场认可 其中 英特尔已经开始生产 自认等校业界1.8奈米的 Intel 18i节点工艺 而台积电最近也因为AI热潮收获巨量订单 其美国亚利桑那工厂也在加快脚步生产最新制成晶片 另一方面 这家日本晶片厂 仅预计在2027年下半年 开始在千岁制造厂量产2奈米 制成工艺晶圆 而且 哪怕是成熟的代工厂 在量产之前都会遇到良率问题 这意味着Rapidus很有可能一样会面临这种挑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